各位,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的那個嘴炮講評 那個孫季康,孫選手啊,小孫 大家好,好久不見 那這個是台大盃的A族比賽 特別來這邊有心 支持我們台灣Squash 他剛才講說之後變扛把子的時候不能再做義工了 好,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比賽是 黃俊男選手對我們很久沒有出賽的Alan 賽前可以看一些重點 就是Alan的手可能是四速列車 被咬一個那個 因為玩別的運動,所以被人家的牙齒咬到像破髒縫一樣 你看他的磁拍的手有綁起來 是喔? 對 有受傷覺得 不過他的上肢很壯 我剛才聽你前面在鋪陳那麼久 我還以為你要講說他的上肢 基本上就是有點像gay一樣的身材 哈哈哈哈 蠻好 沒有啦,因為Alan本身除了B球以外 他還打橄欖球啊 喔真的喔? 對對對 他在南非的時候就常常在打 他到現在台灣也有在打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硬漢 喔,我之前跟他打球的印象就是 他的球就一直加速,一直加速,一直加速 他比較屬於同一個節奏在打 所以在A族 雖然是奮戰蠻久,用一個節奏在打的難度 哇,聽起來跟石頭一樣硬 所以他通常他的對手就是 在變換節奏上面,只要有快有慢 Alan大概就會有一些比較不起伏的狀態發生 對 1比4嘛,現在比分1比4 好,Alan剛剛相當的輕巧就拿了1分喔 對 OK,你看那個 俊男身體其實放得非常的熟 還是在測試的階段啊 對,因為就是其實目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啊 兩個選手都沒有完全打那種 只是你死就是我的球 不過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俊男還是在很好的直線上面去壓制Alan 所以踢大部分都還是在俊男這邊 齊有 你看,這就是我們那個 垃圾小孫的最大功用 真的會看出球的那個重點 對 因為大家在看那個直線拉球的時候 就是要看就是說 球點貼不貼跟伸不伸 像俊男這個球就打得非常深跟伸貼 所以你看Alan其實 基本上他是沒辦法回去踢 這A組的時候 那個一球壓迫不太夠對不對 要連續 基本上要兩到三球 會可以照著對方開始傳 然後大概第四、第五球的時候 是你的攻擊點 才開始可以取分 還不一定可以取到分 對,因為A組大概就分有 A-A中跟A加嘛 那A減的人大概基本上你壓迫兩球就可以得分 那如果是A組中上的人 大概要壓迫四球 如果是A組再往上 像褲子這類的選手 基本上你壓迫都還不一定拿得到分 對 所以必須要把他打到他的體力已經下降 然後跟你的球點非常的準 對 單單壓迫不夠 嗯 那俊男這個BOSS打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還要超視第二球而已 就是這個BOSS是破壞對手的角度 Alan的反應也很快 對,還好有先截掉 對 沒有截掉後面更慘 對 掰 那Alan的一個最大的弱點 就是他的硬汗 太硬了 所以他小球放得很鳥 他剛剛好像連續三個 連續三個都是小球失誤 十分啊 所以基本上會變成說 你在跟Alan打的選手 他不太需要去提防他的小球 你看剛剛又是一個小球失誤 因為他的小球實在是太硬了 這樣子那個 反而是他的反手的低快 連續拿了兩分嘛 又拿了兩分 基本上跟他打的就是 你TK不用站太後面 因為Alan的球的深度並不是很深 所以會變成說你的對手其實TK稍微請前一點 然後 那就可以多結局 對 不但是結局 包括他打那個很低快的球 你可以防得了 因為有時候對方球如果太低 你站T站太後面 你會整個人要往前壓 你會來不及 剛剛那球很高但是很貼 所以B球就是 低不一定重要 貼很重要 貼很重要 到會報告 請會員公開女子B球 陳凱恩 黃慧珍 到第一場出賽 這個DROP失誤來的 對 現在第二局要開始啦 這球打得蠻漂亮的 就像這球大家可以看就是 一個壓制是不夠的 Alan剛剛其實這球打得蠻好 但是俊男守得很好 呃 Mick 你 大會報告 請學生男子A組 周哲偉 陳忠喜 到C場出賽 竟然有點急啊 我們後面剛好有那個 點路組的麥克風 跟喇叭在後面 所以很有立體聲 這有點吵 Alan這個球放得還蠻隱密的 從鏡頭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從頭藏到尾 大會報告 請陳凱恩 到 減路組這邊 好球 打出來就很像是送分啊 對啊 不過因為這個是左撇子啊 所以在反手這邊 他相對是有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他不會像一般用 正手的人在左邊這邊 會被比較深的球壓迫 有點失敗 當然好處就是 可以勾嘛 可以勾來勾去 好球 喔 成功化解 相當合法 這個人看起來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對 他也很久沒有出來比賽了 我還會記得 準爸爸 不是準爸爸 已經是爸爸 已經是爸爸了 現在已經是孩子的爸爸了 那個孩子是爸 真的是 腰圍就會多好幾吋 對 但是其實他身材算是保持得蠻好的 對 而且你平常都背著小孩做FREED 頂針之類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建議 對我們這種 腰圍越來越粗 不知道該怎麼辦 抱著小孩深蹲啊 之類 きて 剛剛好落在很後面 對 那後面又沒有了 對 應該還是有不少的疼痛 流汗吧 有點像在醃鹹豬肉的感覺 聽起來還蠻痛的 好像在森果上會撒鹽一樣 有鹹酥肉的感覺 光想到就有那種背肌發涼 你會覺得太舒服啊 而且地球真的是很快就可以流很多汗 這球打得很隱秘 竟然完全沒有看見 沒有,他除了摸森果 他的肋骨也有一點不行 他現在可能是人家跑步的時候會肚子痛 還會撞下來 內外假空 對對對對 7比5 7比5 連續幾球相當有效率的取分 隔壁場殺得如火如荼 對 對球打得還不錯 有球 還有球 很髒的啊 對 8比5 3出了一圈 現在Alan持續的摸著他的速度 應該是還蠻痛的 哎唷 好酥喔 9比5 好酥喔 這個平衡 長得有那種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那個不均膜啊 不均膜啊 不均膜啊 不均膜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哎唷 這球太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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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很髒了 不舒服啊 觀眾看的不舒服 他那個像是 磁鐵裝在牆壁上 對 吸進去啊 很明顯是那個腹腹在痛作祟啊 到時沒有辦法打好這一球 七比九 七比九 加油加油 阿尼姆阿尼姆 Ellen看起來還爆掉了 這時候就是咬緊牙 兩顆下去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不對喔 兩顆下去如果拿下來還要再打第三局 所以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台大比賽是單淘汰 所以基本上蠻好看 就是大家都要拚著命打第一次 每一場 九比九 九比九 比分來到九比九 Ellen看起來已經快爆了 可以拿下一局的話 是 竟然看起來還是老神在在 我看你請看他沒有流很多汗 他沒有跑太多啦 他們兩個人如果用Scratch TV的計算模式 可能Ellen已經跑一公里了 可能會有四百公尺 然後還有那個HAPPY RADIO HAPPY RADIO 應該已經到200 對 應該至少有160 身本只有 95到110吧 第一場出賽 我們在第一集好像要踩運球 其實好像要踩運球 好像要踩運球 好像要踩運球 這個 這個是 這個現在有點像練球 一直玩人家 沒有氣 沒有氣 現在這個 練球模式的學生最後獲勝了 有點開心 現在看Ellen走路已經有點像那個三歲小孩一樣 左右不穩 11比10 11比10 有點興趣性喔 就站著打 現在很明顯在餵球啊 真的是練球模式嗎 好 夠深 好球 好球 往後面打的夠深 還是有點壓迫感的 那我分死 分死一比子耶 我覺得這樣子分出 一分一分 大家拿著 It's match for match for 還是那種 Duce的下去 精神點的 那個腹部應該痛到一個啼笑了 筋膜已經不太能跑了 筋膜已經痛到沒有辦法再說 這是折磨 還沒結束啊 還沒結束啊 哎唷 還沒被Rolling版啊 差不多了 已經有一點是剩了半條命 竟然現在看起來不想讓這場比賽結束啊 竟然就是這樣 故意要要Rolling人家 啊 對啊 Alan這個 劍烈星星啊 想要殺D 啊 哎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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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又又 又打到了Duce啊 一定沒看訊息對不對 好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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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這個折扳跑 折扳跑模式 其實也是地球好玩的啊 看著大家折扳跑這樣 我覺得 這個 好的 Alan放 Alan放棄啊 把他當橄欖球再追就好啦 對 你要換大顆一點 追起來比較有感覺 球在小看不到啊 不過我們現在那個 觀眾相當的High啊 這樣子的 比賽是大家所 這球放得不錯 哇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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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來這場我們還有的獎 大家可能可以先去買個便當再回來 應該還不會打完 沒有 我覺得現在觀眾這邊的風向球 有點變化了 哎呀 這個 這個 啊 沒進啊 啊 啊 這球好球 哎 欸 腳步得連住了 最後還是體力透肌啊 對 好球好球 第三局 第三局 對啊 謝謝 謝謝